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亞利桑那州參議院對馬里科帕縣 2020年總統大選的審計已經進入了第三週 並發現了三大嚴肅的問題 一個比一個嚴重 州參議院主席范恩在5月12日 給該縣負責選舉的監事會主席寫信 具體立出了發現的問題 並要求對方下週二到參議院開會解釋 我們今天的節目將先具體說一下這三大問題 然後再和大家分享100多名前將軍的公開信 他們對審計也提出了嚴重的關切 范恩在信中提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 我們最近幾天的節目也說到的 就是馬里科帕縣監事會 持續不遵守參議院的傳票 不提供選舉用的路由器和選舉統計 制表設備的密碼 該信的律師對不提供路由器 前前後後給出了幾個不同的理由 最新的理由是說如果檢驗互聯網路由器 將花費600萬美元 但是范恩在信中指出 這一個說法和之前該信的一名律師 對審計聯絡人肯·貝內特說的不一樣 有衝突 當時這名律師說 路由器已經和縣的互聯網斷開 準備即將交給參議院 此外 馬里科帕縣拒絕提供 進入選票統計設備所需的密碼 聲稱他們沒有密碼 范恩指出 這一說法其實被該縣 自己的審計行為證明是虛假陳述 如果馬里科帕縣當初自己做的選舉審計 像他們聲稱的那樣全面的話 他們就肯定會使用這些密碼來檢查 製表設備 沒有人會相信該縣 不具有合同權利 從多貓膩公司獲得密碼信息的控制權 針對路由器提交的問題 范恩也提出了解決辦法 他建議讓Cypher公司 去馬里科帕縣現場取證 Cypher是一家經驗豐富的數字取證公司 是參與這次選舉審計的四家公司之一 他們是Cyber Ninjas的分包商 也就是說 在馬里科帕縣 有人在現場監督的情況下 由Cypher公司的代表查看該縣設施中 相關路由器的虛擬圖像 獲得參議院要成功完成審計所需要的信息 關於路由器和製表機密碼 這是范恩在信中提到的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是 選票監管鏈和投票組織出現異常現象 選票箱裡的選票總數和手工計票的總數有差異 信中提出了五個具體問題 一 該縣沒有提供任何關於選票保管鏈的文件 是否有這樣的文件? 如果有 可以編織一份出來嗎? 二 存放選票的袋子沒有被密封 不過 審計組在許多箱子的底部 發現了切下來的封條 那麼 為什麼這些安全封條被切下來了? 為什麼要放在箱子底部? 三 箱子內的選票批次 經常只使用一個分隔器來區封 卻沒有任何相應批號的指示 有些選票批次的分隔器完全缺失 這種缺乏管理組織 造成審計小組處理選票的工作變得非常複雜和延遲 該縣對選票批次進行分類、組織和包裝的程序是什麼? 四 大多數選票箱只是用普通膠帶密封 並沒有任何防篡改的密封裝置 這是縣裡存放選票的慣例嗎? 五 審計小組多次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批次選票中的實際選票數目 與所附報告條中列出的總數之間有出入 在大多數情況下 報告條上的總數 比實際點出的選票要多 那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 范恩在信中附加了一張表格 這張表格共有六欄 從左到右 分別是托盤 我們在直播上看到的那一排等待清點的選票 票箱堆放在一個木板上 這是托盤 每個托盤都有編號 緊跟著的一欄是選票種類 都是EV 之後是Batch 可以翻譯成一扎或批次 選票是按批次存放在紙箱裡 基本上是200張一個批次 Pink Slip Total是指附在這批選票上的報告條 所記錄的總數 Actual Total 就是手工點票的實際總數 最後是兩者之間的差異 表格中列出了五個例子 比如第一個就是第五件托盤 第2976批次 記錄有200張選票 實際總數為165張 比記錄的少35張 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馬里科帕縣丟失了這批選票中的35張 折算成百分比 這批選票被丟失了17.5% 這個比例是不是太高了 有點不可思議 五個例子中 有四批次的選票 實際數比記錄數要少 只有一批比記錄數多 多出18張 相差9% 參議院要求馬里科帕縣下週二去解釋 怎麼造成了這種差異 凡恩在信中指出的第三個大問題就更嚴重了 可以構成犯罪 有人刪除了數據庫 信中說 我們最近發現整個數據庫的目錄 都已經從機器D驅動器的EMS Primary裡面 被全部刪除 這樣就刪除了傳票所涵蓋的 和選舉有關的具體細節 此外 選舉管理系統軟件的主數據庫 結果統計和報告並沒有存放在 EMS Primary機器的任何地方 即使所有的EMS客戶端 都引用把該機器作為數據庫的位置 這意味著 用於2020年11月大選的 所有相關數據的主數據庫已經被刪除 請告知 為什麼這些文件被刪除了? 是否有任何備份可能包含被刪除的文件? 信中展示了一張圖片 顯示了被刪除的文件所在的位置 信中還說 結果統計和報告的主數據庫也不存在 我們查看了這張圖 發現在被刪除的那些文件中 有兩個是經過裁決的選票文件 這個裁決選票程序的設計 允許某個人審閱選票並且可以改動選票 但是 系統不會告訴你這個人是誰 也不會顯示是什麼時候改動的 這個設計相當於是給小偷敞開了大門 這些數據是在4月12日刪除的 10天之後 4月21日到22日 這些選舉設備送到了體育館審計處 顯然是故意刪除的 網清了點說 都是在藐視法庭 凡恩邀請了馬里科帕縣監事會主席和其他成員 下週二下午1點到參議院出席聽證會 希望大家能夠建設性地解決這些問題 不訴諸額外的傳票或其他強制程序 這個聽證會將向公眾直播 不出所料 週四下午 馬里科帕縣監事會又宣布開緊急會議 就參議院即將舉行的聽證會尋求法律建議 現在他們可能要弄清楚 怎麼說才會開脫法律責任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川普總統週四也發表聲明 用毀滅性來形容范恩的這封信 對馬里科帕縣的打擊 世界將聚焦5月18日的在線公開聽證會 主流媒體對如此重大的事件衝耳不聞 拒絕談論 川普譴責他們是假消息和瘸腿媒體 他們不想讓美國人和世界看到我們的腐敗 猶如第三世界的選舉系統 關於亞利桑那的審計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還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和大家分享 拜登執政正在毀滅人們珍視的自由 和美國的傳統價值 已經引起了軍方將領的擔憂 124名退役的美軍將領 在5月12日簽署了一封公開信 對美國的現狀非常堪憂 甚至是自建國以來最危機的時候 將軍們在公開信的開頭就直接指出 我們的國家已經身處危難之中 自1776年國家建立以來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 我們要為憲政共和國的生存而戰 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是民主黨的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極左思潮的加劇 公開信還強調了要保證美國選舉的公正 否則就意味著我們的憲政共和國消失 信中說 選舉誠信要確保 每個人有一張合法的選票 必須按照州立法機構規定的流程 包括使用身份證、驗證簽名等 進行合法的投票 但是 現在很多人把這些正常的行政手段 稱作為種族主義 目的是為了擾亂選舉的公平、公正 使用種族相關的術語 本身就是一種專恨的恐嚇手段 老將軍們還對拜登的健康狀況表示質疑 能否履行一個總統的職責 信中說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民主黨領導人佩洛西對核武器密碼程序的質詢 這等於給擁有核武的其他國家 美國的對手們發送了一個危險的國安信號 美國到底是誰在掌權? 公開信強調 拜登的身心狀況不容忽視 我們必須始終擁有不容置疑的指揮系統 對於來自外國的威脅 信中特別提到了中共政權 認為中共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和中共建立合作關係將使他們在軍事、經濟、 政治和技術上繼續朝著世界統治的方向進行 將軍們建議 美國要採取更多制裁和限制措施 加速和中共國的脫鉤 阻止共黨稱霸世界 老將軍們最後呼籲所有公民在自己的居住地、 州或地區積極參與選舉 投票給那些會採取行動去拯救美國的人 這封公開信出自美國國旗軍官組織 這個組織由已經退休的軍事領導人組成 他們承諾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 對抗國內外的所有敵人 牽頭人陸軍少將約瑟夫·阿巴克勒 是川普總統的忠實支持者 他強調 目前美國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 面對的威脅比建國以來任何時候都大 所以 此刻保持沉默是失職的 現在必須反擊 積極參與選舉 選出永遠捍衛人民意願和憲政共和國的國會和總統 托馬斯·麥金尼將軍也是簽名人 他在週四參加了一個討論 針對亞利桑那州數據的丟失 麥金尼將軍認為 民主黨人知道正在進行的審計 將揭露他們在那裡的不忠行為 所以他們就銷毀了證據 湘君說 現在是所有美國人站出來 要求審計其他搖擺州的時候了 實際上是所有50個州都應該做審計 他敦促所有美國人沿著這條合法的道路前行 不要放棄憲法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